民进党当局甘当棋子高度配合美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就表示 当局应该向台湾民众 清楚来说明 做美国的棋子有什么样的代价 而不是只让台湾民众来关注 什么威力财啊 三倍券和各式各样的优惠券 请教李孔志教授了 蔡英文 民进党当局 为什么不敢告诉台湾民众真相呢 民进党的执政一向是习惯 报喜不报忧 那么像你刚刚讲的 什么三倍券啦 什么威力财 这样好像让台湾民众 有小确幸的事情拼命讲 可是真正重要的前途 未来的命运 这些事情他都完全不提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 如果台湾毫不考虑的选边 靠近美国这一边 那么这个结果会是如何 中美之间的对抗 其实到最后结果 美国不一定会赢 而且我们来看 光就台湾问题来说 美国的影响力 在逐渐逐渐的下滑当中 如果台湾甘愿做美国的棋子 输了怎么办 输了的结果就是第一个 台湾跟美国一起遭殃 或者是美国把台湾当作棋子 这就是外界常讲的 把责任就归给台湾 是因为台湾自己当时的考虑 做这样的决定 那个时候台湾的下场 才是很惨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 民进党为什么不敢跟台湾民众 讲这些事情 因为如果讲清楚 讲明白了 台湾民众就会自然去发觉 好像过去的选择是大有问题的 他的支持的力量就会不在 那么台湾民心就会动摇 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然受到影响 那当然民进党的政权 就宣告瓦解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民进党当然不敢提 他们的政治选择 偏向美国的这件事情 让台湾民众蒙在鼓里 不了解事情真相 还傻傻地一直支持民进党 做这样甘做美国棋子的选择 这个对台湾的未来发展 其实危险非常之大